大大学积极推动国际交流 共学院院长李清华 协同黄公系教授陈宜清 代表学校前往越南河内建筑大学交流 两校也签立了合作备忘录 正式缔结为姐妹校 我们大学大学一直是一个产学导向的一个大学 那我们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学 那我们积极跟国际的大学合作 然后来培养学生的一个国际移动力 那这次由我们公学院李院长代表 去跟河内大学去签了这个MOU 未来在两校的合作会持续的进行 公学院院长李清华指出 大学校友遍布全球 这次正式由越南校友促成两校的合作 除了观摩学习彼此的办学经验外 更希望引进多样化的教育资源 培养学生成为国际化的人才 这次能够跟越南河内建筑大学签订MOU 主要就是借由我们在越南的校友牵线 那我们这次跟这个河内建筑大学 主要是在于环境跟设计方面里面 将来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联系 越南的河内建筑大学 他们也是非常国际化的一家学校 那也透过这一次跟他们的学生交流 也希望说能够互相有这样的一个交流机会 学生也愿意到台湾来 我们甚至提供了这种非学位的 可能来这边做一个学期的交流的这种情况 SDGS第17项指标是多元伙伴关系 因此学校积极与国际学府合作 共同促成永续愿景 待任新闻刘先销采访报道